歡迎大家回到我們軍事導航的節目,軍務特輯 今集不是軍務器人,今集主要是論述 之前美軍軍艦在南海試射飛彈的情況 因為很多谷友都會說會否做一集,南海試射飛彈 我看到坊間有很多不同的KOL,發表這個消息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從政治意涵去說 或者新冠肺炎的情況下,國內的壓力等等 去說軍事層面的意思 當然大家都明白,如果我們在軍事層面去看 而政治訊息的成果,提供另一個角度 給不同的前輩參考的情況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情況 如果大家發覺,深水清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3月23日左右 這是美國軍艦,這是神盾巨族艦 這個神盾巨族艦,應該是神盾巨族艦 它試射了一支SM-2的飛彈 大家知道SM-2的飛彈,主要是防空飛彈 很明顯的針對目標就是空中的目標 大家明白了,它當中的 mechanism 就是透過S波段雷達做一個搜索 在神盾巨族艦上,我們說過 SBG-1,如果是舊式 它做一個空中的搜索 S波段雷達就搜索空中目標 然後X波段雷達就鎖定目標 然後SM-2飛彈就作出攔截 所以大家明白,如果試射SM-2 很明顯針對敵軍的空中目標 但大家要明白,如果整個南海上 其實美軍有什麼對手呢? 第一,有很多的,例如菲律賓 或者我們說的是新加坡 其實泰國屬於盟友級 另外,越南就不會打美國 另外,整個東南亞,你看到東盟 都沒有多少個國家有能力對抗 美國的體系 所以整個南海,東南亞就只有中國了 大家都明白了,如果中國 會有什麼軍機可以威脅到美國呢? 但結論都說沒有,我們都試講 第一,殲-10就飛不到那麼遠 去到南海 另外,殲-11會比較好 但是殲-11呢? 第一,本身在南方軍區那邊的部署 不會多了 另外,殲-11當然也不會是SM-2的對手 另外,先進的戰機是殲-20 殲-16呢? 因為暫時戰力未明 我們未看到裝備部隊的戰達力去到哪裡 所以我們都不敢說了 但是似乎看現役的軍機 就不會是SM-2對手 但是都明白了 SM-2的規格 本身它的速度都去到3.5倍音速 所以在這麼快的速度之下 其實戰機都很難逃脫 基本上被它下降 而它的射程大概150公里 所以基本上所有飛機被它下降到射 就算你計算不可塗的範圍 即是100公里內 都必死的 所以SM-2對戰機的威脅是相當之大 以海上艦艦艦來說 打飛機 打衛星都能達到 即是SM-3 即是標3 打天上的近地軌道的威脅都能做得好 所以飛機呢 再低很多的情況 即是大概在飛機 是說是 纖11飛到18000米左右 或者是 撞著2萬米 完全是可以打到下來的 其實面對中國的南海 或者我們說的是 它在台海 即是它經常在新冠發炎之後 基本上擾台擾了三、四次 而且擾台三、四次之中 都相當照顧的 有些情況 有些挑釁 所以當中 都有一些衝突的情況 即是不太愉快 跟台灣那邊搞得 所以美國 就立即做回一個試射的SM-2 去給你看 那些情況 你就要注意一下 修煉一下 另外 亦都告訴你 就是 今次試射的位置 其實很特別的地方 大家都會發覺 應該是南海 但是很多傳媒都說 其實未必是南海的 如果你看美國傳媒說 其實會不會是西菲律賓海那邊 大家要知道 西菲律賓海和南海的地方 有些不同 西菲律賓海 基本上由日本的東南面 去到台灣的東面 直至到菲律賓那邊 整個西菲律賓海都相當之大 接連著西太平洋 基本上就是台灣東面的外海 向著太平洋那邊 所以這個隱隱約又構成了第一島嶺的外海 所以西菲律賓海 我相信 就是美國軍艦 在他們心理上 就是這裡的 倒鏈 圍堵政策的 第一線要注意的地方 也是會他們軍艦集結的地方 所以很多時候演習 都會在這些地方做演習 而日後要支援台灣 支援日本 支援菲律賓 他們多數第一線去到的 例如我們講的航空母艦 戰鬥群 亦都很可能會在這些地方停靠 而開始作戰 當然了 因為現在它新加入了 美利堅級的兩棲攻擊艦 而當中 他們的空中攻擊的角色都相當強 大家就明白到 有機會 其實美利堅號 尤其是上面搭載著F-35B 是隱形的戰鬥機 當中還可以執行對地攻擊的任務 對海攻的任務都可以 如果再加上AGM-18C 這些強勁的隱形反艦飛彈 甚至乎將來可能提升 對陸攻擊 是相當危險的 另外也值得大家關注 其實這次原來不僅是 德羅斯福浩操練 這次原來日本那邊 都派出了護衛艦 就是在華蘇學軍港那邊過來的 就加入了 剛才我們說的羅斯福浩 美利堅號 就是在西菲律賓海那邊做演習 所以你發覺 如果在西菲律賓海 我們試射任何導彈都好 其實中共也不能吹一聲 因為是公開的 以及西菲律賓海 一定不是中國的實力範圍 所以怎樣射到怎樣射 而這次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竟然有傳聞說 這個我也未經證實 就是美國在沖繩的加索立空軍基地 就調派了四架F-15C 就過來西菲律賓海 一起做軍演 大家要明白 即是如果這個F-15C 飛過來做聯合軍演 一定是他的意涵 為什麼呢 你對上如果你要做飛機的演訓 其實羅斯福浩上面都已經有F-18 當中會有大黃鋒 車急大黃鋒 在飛行中隊裡面 其實很具用 甚至乎有電戰機 我們說Ground EA-18G 但是都還要派 當然啦 有幾個因素去看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派大黃鋒 戰鬥的半徑大概是600-800公里 其實是夠用的 但是你發覺 如果真的停泊在台灣的東海岸 或者菲律賓附近 或者日本東海岸 其實有時 都是有些短腿的 即是有些短的行程 所以變成戰術彈性會小了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大家都明白 F-15C對地攻擊能力 其實都相當之不錯 當中它甚至乎可以掛在 不同的對地攻擊飛彈 最過癮就是 可以撐住B-61 Block 12 Block 12 這個是最新式的 戰術核彈 如果這個戰術核彈 攻擊基地的話 基本上都很難回復 破壞你的道路 破壞你的軍營設施 都不要說一時三 基本上都是報廢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看到 尤其是打雕捕相當豪 尤其是打雕捕相當豪 所以你會發覺 會對中國東南沿岸的基地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危險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 可以由加勢立空軍基地出發 起飛 基本上打到福地都可以 所以是相當危險 以及相當重的信討 告訴中共 你真的不要亂來 我們任何戰機都準備好 當然F-15C 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本身是一架重型戰機 所以它的載油量 載油量都相當大 它的載油量 8噸內油再加上 大概是接近4噸的外掛 基本上它的載油半徑 可以拉闊到很接近2,000公里 大概是1,500、1,600公里 這就很夠用 基本上打到整個東南沿岸 所有集結的軍事設施 都很容易被他們打爆 所以你會發覺 加上F-15C 戰術彈性大了很多 但是一次過和不同的驅逐艦 和長輪艦一起做的演訓 整件事其實是預演在東海的衝突 就不是西菲律賓海 在西菲律賓海預演在東海 大家會看到的東西 甚至乎在南海也會看到的東西 還有大家都要明白 F-15C 雖然它飛來南海攻擊的話 就實在太遠了 禁鞋有飛方向也會成問題 當然有空中交友也會有問題 但如果真的去到這些弱的情況 其實F-15C也可以轟炸南海倒招的話 大家今次注意的地方就是 因為很快脆 即是我們剛才提到 蒼德洛加級試射了南海SM-2之後 沒多久隔了兩天 應該是3月24日 由另一架巴加級驅逐艦 又試射了一支飛彈 而今次這支飛彈 不知道是甚麼飛彈 我們猜 通常這架是照射回SM-2 另外一個更恐怖的說法 是會射到湯馬鋼 射到湯馬鋼 射到湯馬鋼不是很恐怖 但其實政治意含 就是射到湯馬鋼 射到湯馬鋼就能射到對地攻擊的目標 對地攻擊目標通常都是直戰目標 如果這樣打的話可以打嗎? 可以打一些軍事設施 因為大家也明白湯馬鋼 在湯馬鋼,戰斧巡洛飛彈 大概射程是1,5-2,000 甚至乎會有增程營的出現 如果這樣打的話 即是可以打到目標 1,000-2,000公里這麼遠 基本上如果要打南海任何目標都可以 由西菲律賓海,打到南海都可以 那打甚麼呢? 南海全都是海 其實也不是的 因為大家知道大陸發展了6-7個島礁 變成大的島 在整個南海上很大的六個點 但美國不承認,都覺得仍然是島礁 所以只有綠海的安全範圍 所以經常都會在12海里之內 就已經看到美國軍艦可以走過 自由航行 當你透明,當你無毒 而上面亦都發了一些軍事設施 例如我們說的一些 紅旗9的防空導彈 另外就是一些防空雷達 一些天線 例如他們經常說 偵測到隱形戰機 F22F30的天線 敘利亞也會看到這些天線身形 但有時適當時他們都要收賣 免得被對面的間諜衛星 每天都照顧 以及大陸西島口 之前說自己是南海非軍事化 那你放這麼多軍事設施 以及只有軍事設施 你又不見民航機 真的飛過來南海旅行 這些旅遊業的又搞不起 所以你說自己是軍民兩用 其實也不太說得通 在這些情況下 其實戰斧飛彈 可否攻擊這些措施 絕對可行 就算剛才我們說的F15C 勉強踏足有過來 都還可以攻擊 又或者我們說 演訓的時候 羅斯福號戰鬥群上的大黃鋒 又可以做出攻擊 其實就告訴你 聽過你多梯次多層的攻擊有效程度 就讓你看到 其實中共是不可以常常在虛掌聲勢的 即是轉移國民視線說這些情況 就真的要小心 釋放政治訊號和外交訊號 透過軍事就告訴你 教育你的情況如何處理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這次的位置主要會在西福德坪海 應該就不會在南海那邊進 理論上也沒有那麼挑釁性 但是警告的意味 其實是很濃厚的 在這裡大家看得出 但當初大家明白了 這次出現的軍艦陣容 演訓的陣容其實是相當大的 因為這次如果你計算 羅斯福豪的戰鬥群 本身自己 羅斯福豪自己一個 10萬噸 一個提款特洛格級 然後就大概有4至5架的 巴克級 我們還沒計算核攻擊潛艇 即是維珍米亞號 或者是羅斯福豪的 那些未計算 然後日本那邊來了一個衛艦 還有那邊來了大概7至8隻的 巴克級 驅逐艦過來演訓 如果大家這樣計算 也算是13至14隻了吧 再加上一架 一架南領號自揮艦 一架兩棲登陸艦 所以整件事是15至16架 單位都相當強 有沒有政治信號呢? 其實有一個是有的 大家都明白 因為上面有很多 防空的力量 即是神盾驅逐艦 或者神盾驅逐艦 其實上面 每個都差不多過100飛的飛彈 其實如果大家這樣group 那裡有千多飛 其實千多飛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做到很多東西 千多飛的話 我們扣除一些打陸地目標的 可能大概是900至112飛 其實這些飛彈 就可以擊落很多不同先進的飛機 如果大家細心所數 中國現在有的現代戰機 我們不要算什麼 殲6退役、殲7退役、殲8半退役 我們不要算這些 這些是三代飛機、二代飛機、三代飛機 我們算最新的四代飛機 他們有殲10、殲11 地論上有少量的殲15 即是藍載機 殲16極少量 殲20極少量 所以現在空軍主力都是殲10和殲11 大家都明白了 殲11等於蘇27 殲11B就好少少 有勉強是蘇30多少少 我們要計算蘇30 所以你發覺 中國的四代飛機 在官方數字 大概是1000架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沒有的 即是你預算7800架 剛剛我們說的 SM2的飛彈 就完全可以消滅 抬盡所有的四代飛機 其實就要靠他們全部的防空系統 以及他們的防空雷達的情況 但如果被對方使用seed 或者我們叫野油任務壓制 就很危險了 所以當中 現在都釋放一個信號給大家聽 其實打飛機是這樣打的 就是要SM2打的 其實我們SM3、SM6打 近地軌道的衛星都打到的 更加沒有問題 所以這也是大陸那邊 需要關注的 真的可以一次過打你很多很多的飛機 如果你夠膽挑釁台灣 在這個台海區域做出一些衝突 如果我們的軍艦全部來齊 其實我們只是說 軍艦不要計台灣防空的力量 就足夠將你一次過積累 就算你派1200和16 因為1200和16 現在裝備部隊的數量 都是未知 亦都不會多的數量 就算兩個加起來 都未必會過得50架 先進戰機 對加還有美利堅號的F-35B 對於你這樣看來 相同自不樂觀 當然當中 會不會有些啟示 我們說的是 今次會不會對 美國和中國在戰略上的關係 或者戰術安排 甚至拉台灣進來 會不會有些深遠影響 是會有的 這個我們會在下節 再和大家討論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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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